如果重劃區要發扇前 讓舊市區或是台北市中心的房價 不要一直往上飆 唯一的方法就是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項賞屋我是台北 今天賞屋說說我們要來講的是 台灣重劃區不斷發展的陰謀 開始策略 到底重劃區會漲還是會跌 這個題目難得是一個我自由發揮的題目 可能不需要看很多的資料 或是看很多的數據 然後整合出那些數據來跟大家回答 這一集可能比較多屬於我個人的判斷 還有個人的想法 那當然很多觀眾朋友都是看我們賞屋說 看了很久很久的 常常說其實每一個重劃區的區域分析 甚至到台北市 不管是軸線翻轉啊 還是門戶計畫啊 重要的一點都在講 人口 大家應該知道台北市的人口密度非常的高 反過來講的是 地價影響著房價 很多人把這個當成炒作的項目嘛 反正我自己列出了很多個項目 有一些是有連貫有一些不一定有連貫 反正我想要怎麼跟大家說什麼 第一個先講重劃區 我自己未來看帳還是看碟 我老實的先說自己的看法 因為重劃區非常多塊 主要有經過幾個交通幹道 還有捷運站 或是機場捷運 或是未來的大型的交通規劃 或是都市計畫 經過這些重劃區 未來勢必是還漲的 但有一些重劃區可能規劃也不是很好 沒有說那麼一定看好這個重劃區 幹嘛講這些重劃區 我先反過來講 其實我長大的區域是 台北市松山區 大家應該知道當兵是按照那個戶籍吧 我當兵的那個區叫做 反正是這幾個區域啦 當然台北市還有其他好幾個區域 都是很值錢的區域 其他地方不算是我生長的地方 我就不做太深入的評論 但我剛剛講這幾個地區 大家知道我現在住在巴黎紅樹林嗎 以前為了小孩子 但我小孩子現在進去美國了 本來想要在台北市念書的時候 所以我的戶籍還是在松山區 就是為了學區 每當去總統大選啊 市長選舉啊 然後反正就是任何的選舉的時候咧 大家都要回到戶籍地區投票 最近一次投票應該算是總統大選 我去那個松山區 我在健康國小投票 這個很厲害 當然台北市 不會像人家有講什麼地方 又老又窮嗎 可能算是 老又有錢吧 有錢人都站在那個地方了 可是為什麼又老又有錢咧 有錢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能力賺錢 都有自己的本事 或者自己的企業 但是 不可以避免的是 如果我小時候就在松山區 我小時候就在新義區 我小時候就在大安區 40年前 我們的上一代買的房子 到現在40年後 在那個區域的房子 房價已經爆炸了 所以咧 他們生在爆炸型的成長 如果是我爸爸那代他們 現在可能 七老八十是沒有 60幾70是有 所以可能很多就是 嗯 有樓又有錢吧 但我要講重點是 我去投票的時候 哇靠我跟你說 因為投票 在學校是有分 1樓2樓3樓4樓 電梯可能就是1台 2台 那個電梯 排輪椅的數量 從那個電梯門口 排到那個像穿躺一樣的地方 知道嗎 輪椅一排是排20幾台 30台的 所以整體的 台北市 台北市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如果知道我朋友底下留言 至少我在的這個區域啊 人口的年齡的比例 它一直不斷的往上 不斷往上 其實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換句話說 整個台北市的發展 說是全台灣最厲害的 應該是無庸置疑啦 這大家不用討論 可是台北市人口的平均年齡啊 慢慢在老化 我要講 重化區發展的重要性 我們平常都在講不動產 幹搞不動產的人 特別多 很多人就是在說 房價那麼貴 現在人根本買不起房子 巴拉巴拉 我跟你講 各種酸 各種仇富 一直以來我們影片裡面 從來都沒有缺少過 可是我要講是 不管是誰執政 我們要怎麼可能去打房 我怎麼可能把現在 已經既得利益者 現在住在台北市中心的這一塊人民 跟他想說 今天你們這邊的房價就是 腰斬 還是就是大六折大八折 這我覺得是不可能 這是既得利益者 五六十年的房子 還要賣一坪八十幾萬九十萬的啊 年限根本買不起這個單 但是你叫他們這樣加賣 他們怎麼可能 他們不會願意的啊 我是既得利益者 我也不願意啊 不知道在看影片的人 才會了解我的意思啊 那怎麼辦 祭出各種的打房政策 第一個執政上本來就困難 第二個 如果真的要執行呢 很多人真的是要起來反抗了嘛 其實會有更多更多的問題 伴隨在後啦 那我自己是怎麼分析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在鼓吹重劃區 還是去推動重劃區的房價 我完全沒有這個意識 因為我自己買 也要買到新北市以外 或是桃園 我自己會看的很多物件 可能也在這些地方 就算是重劃區便宜 其實還是很多人 是不願意接受重劃區的 因為是傳統思維 Location Location 就是從小 台灣人在買不動產 就是一直在講地段 可是這個地段 可能也不是父母教的 是各種賣房子的文宣 行銷策略 還有行銷的黃金字眼 捷運站幾分鐘 其實我們節目到現在 還是會這樣子講 所以這個就是現在能包裝不動產 最吸引一般買房子人的因素 所以說 市中心 百貨商圈 車站商圈 捷運商圈 學區 那或者是區公所附近 反正就是 越多便民的設施 這些地段發展的越成熟越久 不過相對這邊的市容也越老舊 加點水我們繼續講 好 講了那麼多 跟大家說 其實我那個思緒 是有爆炸多的資訊 想要跟大家分享 以後有機會開始直播 疑問一答比較快 所以說現在為什麼 大家開始往重畫區尋找 重畫區 唯一的條件是什麼 重畫區我真的認為 唯一的條件 是坐落在價格上面 其他的東西絕對只是 附加價值 或者是連附加 都還沒有附加到的價值 譬如說 機場捷運 或者是未來捷運規劃 什麼那種 其實我們講了很多外縣市的 北中南都一樣 台中也有在發展 桃園在發展 高雄也在發展 台南也是 這些都是未來才有可能 享受到的內容 生活技能絕對不是 不過我覺得還有一個也算是 新市的規劃 大老都是比較新 市容率比較好 騎盤市的規劃 道路比較方正 其實路比較好找 路的寬度 還有規劃的綠地 還有規劃的校園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 先計畫好 再去發展整個區域 這跟以前 我們台北市的舊市區 是想到什麼做什麼 東一塊西一塊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說台北市 20年前在發展捷運的時候 哇 東挖西挖 弄得一下 道路就是大塞車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式 再來是說 重畫區 生活技能一定是沒有的 講什麼有生活技能 還是吃到舊市區的 勉強可能有些 重畫區吃得到舊市區的 生活技能 但是真的 還是不是那麼方便嗎 不會說走下樓就有商場了嗎 還是坐公車做個兩站 就有百貨公司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綜合來講 大家買房子 最後不是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是price price price 好啦 手夠熟啦 當然有錢的不一樣 有錢才可以任性嘛 但是對於 80%以上的朋友們 價格取決於一切 不過今天要講的是 如果 重畫區要發財前 讓舊市區 或是台北市中心的 房價不要一直往上飆 或者是讓他們有機會下跌 唯一的方法 就是 複製好幾個台北市 這個想法有點荒謬 很多人會覺得 這不可能的事情啦 可是台北市也是從無到有 我說真的 30年前 35年前的信義區 還是田 北投以前都是田 關渡都是田 其實好多地方以前都是田 甚至40年前 全台北地間麥當勞 那時候地間麥當勞 附近也是有夠荒 而我就說 我們的上一代 經歷了這些荒涼的 這一個階段 那時候他們買房子 可能也是一坪 20萬或是十幾萬 他們經歷過了這一段 經歷過了40年 台北市才有現在的發展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擁有條件 是速度更快的 現在都市發展 都市更新 或者是 重劃區的重建 現在的思維 都比以前的規劃好 不知道多少倍去了 所以說重劃區 只要發展起來 商場 百戶 電影院 捷運 積結 通通通進出 甚至高鐵火車站都進出了以後 把重劃區整體的機能 還有地域的氛圍 甚至有一些是 河岸景觀的居住的區域 這些東西都打造起來 整體的生活的形態 還有感覺 可以有現在台北市的六層 這個區域就是很厲害了 那這個區域的房價 如果還有非常強勢的 比如說台北市現在 平均房價是80萬一坪 如果這邊 平均房價只有30萬 而擁有差不多 六成七成的 生活技能的時候 那才有可能 動搖我們台北市的地位 換句話說 我現在沒有 不要去信義區 我順便跟大家說 現在我幾乎不會去信義區 信義區 大家週休二日 那信義區 應該進不去 週末的晚上 信義區也是 非常的精彩 但我現在真的 真的幾乎不去了 塞飽了 我們講板橋新板特區 辦個新北耶誕城活動 還是什麼活動 在那邊 就水洩不通啊 整個大爆炸 對於我這樣的年紀來講 我也是沒有辦法 去接受人幾人的 而且我很不喜歡排隊的人 尤其很多餐廳 當然你們是知道的啦 餐廳到了假日 不但不開放定位 現場排 還要排二十幾組 等到吃到飯都兩個小時了 這樣子的東西 必須開始要往都市 其他地方放在 那當然人口非常重要 現在台灣人口 功力很差嘛 所以要能夠往附近發展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可能要努力生育 不努力生育 靠現在人往外發展的話 商城是起不來的 其實很矛盾 原本規劃的重劃區 發展出來幾個 可以去分散台北市 這麼密集的人口 當需求沒有大於供給 那麼多的時候 這個房價本身才會下降 我單純講的就是一個供需 不然第二種方式 未來台灣要再繼續支撐的話 可能就要開放 非台灣的任何一個外籍人民 他們要一直一路一路 人口上來 然後有產業的提升 有更豐富的商場 更豐富的就業機會 才有可能去完成 反正今天聊很多啦 綜合以上價值這麼多的項目啊 我可能回歸一下就是 我們現在要去買 已經成熟發展三四十年以上的台北市 本來對我們來說就是很困難的 可是如果我們現在要去考慮 重劃區的房子 對於這些手購儲材 是相對有可能負擔的了 可是這個心態就變成說 好吧那我可能只能勉強 接受我現在的生活品質 所以說發展成熟的市區 還有重劃區 可能現在以我們來講 只有重劃區 因為它有發展的空間 才有可能有成長的空間 因為台北市已經高到真的 八成以上的人都已經進不去了 甚至是九成以上啦 不過講到這個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情 重劃區它的土地 是相對跟北市比是便宜的 而且比較好取得的 不像台北市 甚至新北市是一地是難求 我說建地喔 但是重劃區相對來說 土地的成本相對很低 可是也不斷被炒作了 他們還是有基本的土地成本 比如說龜山 那龜山那地方就是十萬十五萬 對沒有錯就是很多人的思想就是這樣 或者是人家會覺得 大家這個活到重劃區那邊是怎麼樣 或是溫載郡重劃區是怎麼樣 當然親譜也是親譜也是很多人炮 可是你看炮著炮著炮著 現在人家發展起來了 IKEA 2020年7月底要開幕了 上個禮拜我也去了一趟華太明明城 哇那個人 大概全中立的人都去那邊了吧 以前是全中立的人都去大江國物中心 現在全中立的人都去華太明明城了 反正爆炸多 也是一樣遇到吃飯時間 餐廳所有都排十幾組二十幾組 有沒有機會發展起來 我自己親身去走這些地方 我覺得他們是有一定的潛力的啦 當然親譜的本身條件 有高鐵又有集結嘛 有華太明明城大廳商場 然後規劃好幾個重大建設嘛 然後A19棒球場 其實之前那個都講過了啦 到這邊先做一小段總結好了 我覺得這個話題可能因為廣大粉絲的留言和討論說不定之後 還可以跟大家聊第二集啦 那我先做我這一集小小的結論啦 我們要不斷發展重劃區的策略和陰謀耶 我不知道能不能夠成功啦 對抗台北市極高的房價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思維和看法 重劃區不起來 沒有辦法去讓很多人認同這個重劃區 其實沒有輸給台北市多少 沒有輸給新版特區多少 沒有輸給中立市區多少 沒有輸給桃園市區 沒有輸給中立義文特區 他們一定要慢慢的起來 換一個商人的思維好了 講到商人思維好 我先講建商 如果有建商朋友在看呢 也跟很多建商朋友講 房子一直蓋越蓋越多 真正未來大家區域的條件 還有交通條件差不多的話 真的只會別建築物的品質 所以如果檢測公司 依照公司相關行業的朋友在看 真的一定要把自己的房子越蓋越好 產品本身的品質 才是未來真正消費者會買單最高標準 產品第一 其他我覺得慢慢可以被彌補上 尤其是現在交通越來越發達 就像我們之前講那個環狀線那一集一樣 日本那麼完整地鐵的交通網 以後台北、雙北 現在已經越來越接近了 以後每個區域 桃園、台東、台南、高雄 全部都會變這樣 那也就是說大家的條件會差不多 最後真的只能比產品本身 也跟就是這個不動產行業的朋友們 說未來一定是比產品的 一直靠地段去塑造價值的時代 會慢慢往後退去 另外對於年輕人來講 還是一個重點 房子不是一定要買 你也可以租 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的生意 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的事業 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的公司 房子可能是你的成本 在你的出息 你的負擔要低 當我的負擔低 當我的壓力低的時候 我才有更多的動力去衝刺我想要冒著行 我想要做的更大的事業 當然關於底氣啦 所以還是希望看我們頻道的觀眾們 大家每一個人都越來越有本事 也希望整個不動產市場交易炒作 這個現象也越來越少 因為我們不肯去杜絕啦 因為我們的能力 就算我別人執政黨 我看這個要杜絕都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們希望把這些東西交到最底 大家才可以對於打拼有一個更公平嗎 或更美好的期待 好啦那今天反正節目就先到這邊啦 大家可以看到 我自己只是隨便寫了十條 很急時性突然想要聊的 可能有很多沒有講到的 歡迎大家底下討論起來 或者是去我們的那個臉書的討論區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還有訂閱 追蹤我們的IG 你會得到最新的上片消息 想要支持我們頻道拍更多影片的朋友們 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可以支持我們有更多更好的創作 對於厭惡啊智能家電有問題的朋友們 記得要請下網路管家 節目就到這邊啦 大家再見掰掰 我大家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